眼前这个男孩表面看起来在锻炼 实际上却是在偷窥 窗户里的青春女高中生 在上游泳课 突然一个恐怖的身影出现 田径部长手持武器凶狠地看着她 仿佛下一秒就要把她吃了一样 男孩准备逃跑却被阻拦 部长对着她说 只有你能做我的后继者 还不得男主反应过来 部长就让大家向男主多学习 因为男主每天不管风吹日晒 依旧守在窗前做蹲起 部长被她坚持不懈的精神打动了 男主听后尴尬得不知所措 正想将真相说出来 他只是想偷窥妹子呀 结果部长瞪她一眼就不敢说话了 就这样在部长的威逼利诱下 男主狗腿式地说 我就是为了成为部长的后继者而生的 男主从小到大思想方面都比较早熟 突然有一天朋友拿出自己的珍藏 本以为是无私分享结果竟要收钱 还和他讲述了不孝猫的故事 只要将自己的愿望告诉不孝猫 就能够实现 男主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 爷爷抱上了自己的抱枕上山许愿 就在这时身后出现了一位女孩子 女孩子以为她是变态 两人绕着不孝猫跑 终于男主抓住了女孩 男主立马向女孩解释 还拿出抱枕向着女孩道歉 这让女孩笑了 女孩还说出了自己的家训 男主吃惊 两人来到不孝猫面前许愿 没想到不孝猫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两人没察觉到的是 他们许下的愿望都已经实现了 第二天去上学的时候 看到有人向转学生表白 转学生却提出了要求 将他说了一顿 这时男主受到不孝猫的控制 竟然不自觉地说了出来 刚想转身逃跑 没想到撞到了部长 两人争起了男主 男主看到了部长的裤子 想要忍住不说 却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 从此以后 男主便有了变态王子的称呼 一位女孩过来找男主 男主却不知道他是谁 女孩就帮他回忆了一下 原来女孩向不孝猫许愿 脸上的表情就没有了 原来不孝猫 可以将人许愿的东西给夺走 男主被夺走的是表面功夫 女孩被夺走的是表情 被不向猫夺走后的东西 会转交给另一个需要他的人 男主为了帮女孩恢复表情 竟然是挠痒痒 结果被女孩给咬了 女孩这是想出了办法 只要找到得到了自己东西的人 让他许愿还给自己就可以了 这样不孝猫 就会把自己需要的东西给还回来 就这样两人联合了起来 男主为了寻找自己的表面功夫 去找部长 没想到被揍了一顿 这时在隔壁的病床上 遇到了昨天的大小姐 原来是大小姐在这边睡觉 被男主看出来了 女孩看两人这个样子不高兴起来 这时女孩子想到了什么 大小姐一直不说真话 会不会就是夺走了男主表面功夫的人 男主为了验证是真的追了过去 男主确定是大小姐有了自己表面功夫 直接放大招变成小狗 说要和他在一起 没想到大小姐竟然答应 男主趁着小肚子睡觉 在小豆子的肚子上画了涂鸦 没想到被小豆子邀请去散步 结果被暴打一顿 女孩都看不下去 让他放弃算了 男主进了一家店 竟然是女巫店 让男主高兴坏了 这时他们在店里看到了小豆子 小豆子也是女仆的装扮 男主看到他打算刁难一下 小豆子拒绝 女孩带着男主到了旅馆 这让男主激动坏了 还以为要发生什么 结果女孩的目的只是在这躲雨 你可以在这等着小豆子 小豆子出现 男主准备追过去 结果被人拦住了 这时女孩抓住了男主的衣服 身体在颤抖 男主抓住女孩的手直接跑开 女孩说出了心中的痛苦 自己面无表情 也看不出来是在害羞 只有这点感谢的笑容 这时女孩拉着男主的手 没想到在工地上看到了小豆子 男主在开始幻想 小豆子一天打好几份工 早上起来送报纸 然后去女仆店里打工 就连施工现场的活也在干 怪不得男主遇到他的时候 不是在天台睡觉 就是在医院睡觉 结果这些都被小豆子否决了 男主让小豆子说出自己的困惑 还说会帮他保密 还要求跟小豆子约会 没想到小豆子答应 这时女孩突然冒了出来 还说要跟他去约会 自己也要去 男主跟小豆子去约会 女孩在后面跟着 男主直接带着小豆子 到了婚纱店 被小豆子拉着跑开了 说还没有进展到这一步 结果男主带着小豆子 到了妇产科 让小豆子生气极了 还以为跟他发生了什么 这时女孩 还说男主是不会做出 这样的事情 小豆子见两人是认识的 两人即将展开一场 大战开始争风吃醋 男主说了一句话 直接吸引两人的仇恨 小豆子看中了一个娃娃 怎么样都加不起来 女孩这个时候 来到了他们面前 一顿行云流水逃走 直接把娃娃拉起来 三人开始在游戏厅玩了起来 还阻止男主玩游戏 小豆子看女孩 一直盯着自己的薯片看 拿薯片来为女孩吃 还吃得津津有味 男主这是说 他们像好朋友 没想到小豆子 一下子就不开心了 独自一人走开 这个时候 田径队部长突然出现 问起男主 为什么没有来训练的原因 女孩说 男主在跟自己约会 这让人吃惊 田径队部长 竟是女孩的姐姐 男主使出了绝招 拉着女孩跑开了 女孩为了让男主停下来 咬了男主一口 才发现小豆子被他们落下 两人回去找小豆子 看到两人在欺负小豆子 男主过去关心他 但是小豆子已经不相信男主 怀疑这一切都是男主的禁忌 联合他们来做梦自己 小豆子扑着跑开了 男主上门向小豆子道歉 没想到连门都进不了 晚上男主跟女孩聊天 女孩在吃包子 男主这时却说出这样的话 男主还在为夺取自己的表面 功夫烦恼 女孩开导男主 让男主不要放弃 男主找到昨天的两个女孩聊天 两个女孩说 也没有想要欺负小豹子 只是看到这样子 觉得有趣 终于两人说出了实情 等等等等 男主听到他们这样的话 忍不住握紧了拳头 了解事情真相的男主 直接过去找小豆子 没想到男主 直接靠着小豆子出门还僵 小豆子的心里话说了说 说完还夸赞了小豆子可爱 小豆子就这样被哄好了 到了目的地 没想到小豆子没有穿鞋 男主只好背着小豆子 在背上的小豆子问起了男主 男主直接说起真话 到了目的地之后 小豆子不高兴 男主来到小豆子面前 向小豆子道歉 小豆子终于绷不住了 眼泪哗哗地流 男主安慰了小豆子一番 要和小豆子成为真正的朋友 这样小豆子就不需要表面工作了 小豆子终于被攻破了 向不笑猫许愿 不笑猫散发出一阵光芒 将男主的东西还了回来 不向猫散发出光芒 将两人许愿时的东西还了回来 小豆子拿出了女孩给他的信 原来上面写着向他道歉的话 并要跟他做朋友 小豆子不敢相信 男主却这样说 女孩戴上了面具 没想到男主突然从草丛出现 原来女孩的梦想是当一位幼儿园老师 但是他却很少和小朋友说上话 这让他觉得自己的梦想遥不可及 原来女孩是想让自己严肃一点 让自己像老师一样的严肃 才戴上面具 这时候有片树叶飘到了女孩的衣服 让女孩上蹿下跳 男主好心过去帮忙 小豆子约男主一起去玩 没想到男主爽快地答应了 却不知女孩在角落听他们聊天 回到教室 女孩竟然要求男主和自己约会 让男主陪陪自己 女孩向男主讲故事 原来女孩之前就遇到了男主 只不过之前女孩一直戴着面具 让男主没有认出来 女孩还说自己会去男主的学校读书 让男主不要忘记自己 自己不会去找男主 要男主先找到自己 这个时候男主还没有反应过来 男主向田径部部长打招呼 部长准备跟男主算账 没想到男主却说跟他妹妹约会的 是自己的双胞胎弟弟 还说遇到他是部长的运气好 部长被男主唬得一套一套的 当男主说起部长跟妹妹的关系之后 部长立马变了脸色 终于男主跟部长说出 他妹妹失去表情的事情 男主问妹妹失去表情这件事情怎么看 部长说出让人惊讶的事情 原来不笑猫是部长小时候做出来的 小时候部长跟妹妹吵架 部长为了哄好妹妹将不笑猫做了出来 并向不笑猫许愿 男主想帮助女孩拿回表情 女孩约她第二天去逛街 还问男主觉得什么样的衣服好看 女孩去试衣服 男主觉得自己这样子做不好 准备去阻止女孩 没想到摔倒了 事后女孩并不在意 因为女孩没有表情 所以男主也看不出来女孩有没有生气 晚上男主送女孩回家 这时候部长突然出现在屋顶上 男主被部长抓了得正经 部长还相信着跟妹妹约会的 是双胞胎的弟弟 这个时候部长却说想和妹妹断绝关系 男主忍不住了责怪部长 但是部长却不理解 还给了男主一拳 男主醒来发现女孩在身边 原来刚刚的话女孩都听到 女孩已经对自己的表情不重要了 不想拿回自己的表情 一句话问的男主 无话可说 女孩说男主已经有小豆子了 自己跟男主是什么关系 到了第二天男主将女孩的事情 跟小豆子说了 小豆子生气 小豆子让男主说出心里话 男主与部长来到了不孝猫前面 两人准备与决斗 男主向不孝猫许愿 让不孝猫拿走自己的软肋 这时候的男主已经不一样了 要说做小月子的哥哥 还说出了对小月子做过的事情 姐姐听到生气极了 一脚将男主踢倒 这时姐姐也说出了 自己与妹妹小时候的事情 让男主惊呆 女孩突然出现了 两人向女孩道歉 女孩问姐姐是否还喜欢着自己 姐姐承认 结果男主拿出部长的志愿礼 让部长说出真正的理由 为什么要丢下妹妹出国 没想到姐姐竟然是想跟妹妹结婚 所以才去国外 这样的话 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跟妹妹结婚了 结果妹妹说出了实情 姐妹两人是不能结婚的 让姐姐抓狂 姐姐向不孝猫许愿 让不孝猫将妹妹的表情嗨回来 没想到这时候发生了一点 结果树上掉下来一个包子 妹妹将包子给姐姐吃 男主想要阻止却来不及了 这个包子里面有着女孩的表情 女孩的表情回不来了 回到家的男主发现房子消失不见了 小豆子在海边等着男主 数着花瓣猜男主会不会来 没想到每次花瓣都少一片 让小豆子烦躁极了 这时朋友提议要去游泳 小豆子的一身装扮让朋友都惊呆 两人也跑过去游泳 这边的男主还在为自己家消失不见而发愁 给自己的好友打电话 朋友以为他在开玩笑 小豆子一直在等着男主的电话 这两人怀疑他们两个是不是在一起了 结果小豆子一脸脸黑地过来这边 男主找女孩帮忙想办法 女孩以为男主刻意想见他 结果女孩想多了 女孩说话瞬间都刻薄起来 天上下起了雨 女孩就让男主来自己家住 下了车的男主 为了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 一只手抱起女孩就跑 还一下子搂住了男主 谁让男主擅自抱他 两人都淋湿了 女孩让男主去洗澡 没想到男主提出了要求 男主在女孩家泡澡 这个时候 女孩姐姐在门外要找男主算账 男主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直接推开门 眼前的一幕让两人不知所措 结果姐姐已经命中男主 姐姐将男主绑了起来 没想到男主竟说起了 以前跟女孩发生的事情 姐姐本想将男主扔出去 但女孩帮男主说话 姐姐答应让男主住下 不准离开屋子 这个时候男主想要上厕所 女孩就留下个瓶子给男主 姐姐揍男主揍累了 就在男主身上睡觉 男主将姐姐推开 没想到姐姐在说梦话 还将男主当作自己的妹妹 姐姐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 让男主心里不是滋味 男主打电话给小豆子 没想到小豆子睡着了 小豆子被电话吵醒 两人在聊天 同学向小豆子道歉 同学觉得小豆子改变了这一边 男主不小心闯入了浴室 没想到女孩正在洗澡 这时姐姐突然出现 姐姐对男主大打出手 看到妹妹后觉得不能放过她 这时男主看到了一座奇怪的房子 男主走了进去 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 东西原来这是自己的房间 男主抬头一看 是另外一只不笑猫 女孩来到仓库 男主在这里睡着了 原来是男主害怕女孩生气 才躲在这里 女孩这时才发现仓库发生了变化 原来男主的宿舍被转移到了自己家 仓库女孩发现了男主珍藏的东西 还问起了男主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 男主为了了解仓库里不像猫的来历 向部长去请教 这时有同学过来 男主这个时候跟部长在楼梯口聊天 这个时候女孩在旁偷听 部长看男主赞同自己的话 跟男主商量要绞死男主的双胞胎弟弟 男主又出了搜主 让部长去找自己的双胞胎弟弟 在仓库的男主接到了小豆子的电话 小豆子在向男主抱怨 还说自己穿了女装 男主随口说了一句想见小豆子 没想到这个猫像也有实现愿望的呢 笨 小豆子闻到男主身上有女孩的味道 以为男主跟女孩的关系 又进一步想验证一下不像猫的许愿 没想到男主失去理智 到关键时刻小豆子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向不像猫许愿让男主清醒过来 原来不像猫许愿是可以取消的 女孩在煮饭 在厨房自言自语 这时男主过来 吓了女孩一跳 女孩还穿着男主的衣服 被男主看出来 姐姐突然从背后出现 让男主吓了一跳 以为姐姐要揍他 就连在吃饭的时候 姐姐也变得很奇怪 这让小豆子生气不已 还说男主是自己的宠物 结果女孩生气了 一句话让众人安静了下来 女孩找男主聊天 原来男主的宿舍变到仓库是有原因的 女孩心里想要男主的房子消失 这样就可以跟男主一起吃饭 男主在宿舍思考人生 没想到姐姐突然出现 但是姐姐下一步不知道该干嘛 原来姐姐只是为了小岳父才这样做的 想要从男主的身边抢回小岳父 这时姐姐在无意中眷恋 女孩 姐姐许下愿望之后天上下起了大雨 男主都愣住了 这时姐姐提醒男主 在房间的男主还在想着姐姐许愿的事情 觉得仓库毁掉就没事了 男主第二天起来都无精打采 还在担忧 难道毁灭世界的愿望就这样取消了吗 这时小豆子过来说电话打不通了 连手机和电视都没有了信号 觉得无聊的女孩邀请众人玩游戏 这时姐姐找借口说要出去看一下 结果发现外面发 就跟十二年前的一样 众人将房子里面的东西搬到家层里面去 这时姐姐反应过来不准让他们过去 原来那间房间 被姐姐改造成存放妹妹照片的房间了 结果妹妹将照片全都撕掉 这时男主看到了女孩父母的遗照 没想到姐姐过来了 小豆子在后面看着两人 两人将东西搬好出去一看 没想到水已经淹进来了 男主恳求让姐姐许愿 将姐姐之前许的愿望取消 原来姐姐小时候就知道 不像猫的许愿能力 拿她来维护姐妹俩的关系 姐姐这时让不像猫将昨天的愿望取消掉 男主出去一看 结果房子已经恢复了原状 同学还给她打电话说她翘壳外面跟 本就没有台风 男主接到同学的电话后发现了端 外面下着大暴雨 厨房和大厅却没有进水 绝对是某人像不像猫许的愿 男主怀疑是女孩许的愿 将小豆子叫了出来 结果小豆子误会了 原来男主是想让小豆子将女孩姐姐引开 自己去开导女孩 男主直接向女孩挑明 认为女孩享受现在这个样子 女孩说出了心里话 没想到男主拒绝了女孩 让女孩伤心极了 不知道为什么拒绝她 这时房子发生了变化 男主一把抱住了女孩 让女孩瞬间清醒过来 女孩偷偷向着笑猫许愿 没想到破烂的房子瞬间恢复了 连天气也变晴了 男主本来想跟女孩姐姐坦白 自己没有双胞胎弟弟这件事情 没想到姐姐误会了 还向男主表白 男主瞬间慌了 姐姐一把抓住男主轻了下去 好巧不巧这一幕正好被小豆子看到了 小豆子走向了不孝猫 向不孝猫许下了愿望 男主跟女孩在聊天 没想到有一位女生从天而降 还叫着男主哥哥 哎 欧妮辰 女孩看两人那么亲密 瞬间吃醋了 艾美看男主什么都不记得 拿出了不孝猫 艾美突然被人拎了起来 原来是艾美的哥哥来了 艾美还说想帮男主煮汤 还帮统一取外号 艾美还说喜欢男主 最终女孩妥协了 让男主带着艾美去参观学校 艾美还要男主带她去游泳池 没想到这个时候部长过来 看到她脖子上骑了个人生气极了 艾美就很疑惑 难道男主在学校的名声那么好 艾美觉得学校比想象中的要无聊 跟她以前的梦想不一样 打算让学校变得更有趣 拿出了不孝猫向不孝猫许愿 艾美拿出了一件东西 没想到男主身体不受控制主动去接 这个时候部长过来了 部长变得奇奇怪怪 男主出去一看 没想到学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学校发生了改变之后 男主非常的高兴 同学向她打招呼都是称呼她为王子 这时艾美走了过来 问男主感觉如何 艾美还向男主请教怎么成为泳装模式 没想到男主劝她放弃 说她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让艾美去找部长学习 男主转身就去找女孩 还说自己想跟女孩一起吃饭 男主问女孩为什么不喜欢爱 没想到女孩说起了比喻 一时间让男主无言以对 男主向女孩道歉 没想到女孩不以为然 还说男主跟谁在一起 跟自己没有关系 这时男主打算去找爱人 没想到女孩瞬间换衣服 就这样两人去操场找不找她 这时艾美看到了小豆子 艾美马上找借口离开了 男主也看到了小豆子 小豆子探出头去看男主 没想到男主不见了 女孩突然出现在身后 还说男主这样做是不对的 小豆子疑惑为什么女孩一直穿着泳衣 没想到女孩竟然说泳衣是校服 男主察觉到事情不对劲 跑到了阳台上 阳台上有着不笑猫的雕像 这时女孩清醒过来 学校变得奇奇怪怪 是有人许了愿 女孩还以为是男主许的愿望 让男主把愿望取消掉 男主在阳台上怀疑人生 没想到部长突然出现 部长还以为男主想不开 部长从小月子那里听说了不像 猫许愿的事情 尽管矛头都指向了男主 但是部长还是相信男主 部长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打算去男主家开会 部长到了男主家之后一直看着相册 没想到在相册中发现了艾美 男主这事反应了过来 男主去学习遇到了艾美的哥哥 没想到哥哥竟然说不认识艾美 男主觉得是艾美许愿让他来当自己的哥哥 所以才会这样 现在愿望已经取消了 男主这时看到了小豆子 小豆子看到男主转身就跑 男主直接用网将小豆子网住 小豆子不要躲着自己 男主向小豆子解释部长的事情 其实部长喜欢的是自己的双胞胎弟弟 小豆子愿意原谅男主 但是要看到诚意 男主让小豆子帮忙找胖胎的妹妹 没想到小豆子说自己可以和宠物沟通 雨还在喷泉旁边画画边唱歌 没想到艾美过来嘲讽女孩 男主想打断两人 但是两人决定分个胜负 在游泳池里面进行比赛 艾美这时玩得很开心 觉得很满足 就把大家的游泳心情的愿望取消掉 此时女孩也中了招 男主赶紧找话题吸引了注意力 艾美玩得很惊醒男主 让艾美将其他的愿望也取消掉 男主说起了胖胎的事情 艾美以为男主回想起来了 没想到男主这样说 艾美的好心情瞬间没有了 让艾美觉得这样一点意思都没有 将男主推下手 还说起了以前跟男主拉钩的事情 艾美这时让男主答 因自己一件事情 男主接到胖胎的电话 说自己的妹妹艾美回来了 让男主产生了疑惑 艾美又变成了胖胎的妹妹 自己却不记得有关于艾美的记忆 第二天的时候艾美从天而降 男主问艾美 昨天说的哥哥到底是谁 想帮艾美跟她哥哥重归于好 没想到艾美说男主是笨蛋 艾美像不像猫 许愿让之前许的愿望 全部都取消掉 男主觉得这样不行 不能随便许愿 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一直存在的 艾美这时生气极了 明明这样说却把自己忘了 雨还关心男主 以为男主被艾美玩弄于手掌之间 这样是不行的 男主让女孩不要担心 愿望都已经取消了 雨还提醒男主愿望没有消失 学校还没有变回来 男主不明所以 还以为是部长许愿让学校变成这样 这时男主看到艾美在阳台上 男主想要上去整她 小豆子说自己有办法 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男主在小豆子的帮助下 终于爬上了阳台 男主劝说艾美 这时艾美就发现了端倪 难道男主对于自己的记忆 全部都消失了吗 这时男主突然想到了什么 没想到小豆子出现在身后 说出了一些奇怪的话 而且整个人都变了 男主听到这个声音 知道小豆子被不笑猫附身了 原来是小豆子许的愿望 才让不笑猫有机可乘 这时不笑猫说出了真相 原来是男主多年前的愿望 才导致了学校变成这个样子 生气的暧昧让她消失 这时男主回想起来 小豆子之前对她说过的话 男主一把抱住 被不笑猫附身的小豆子 亲了下去 小豆子慢慢恢复了正常 不笑猫消失了 学校建筑还没有复原 男主恢复了校园生活 在操场里面跑步 小兔子还跑过来帮男主加油 这时部长的手下过来 让他们两个分手 不要在别人面前秀恩爱 还说小豆子很爱自己 男主赶紧调节两人的关系 男主关心部长 没想到部长问男主 要是自己去了很远的地方 男主会难过吗 结果这个时候 男主被部长的手下偷袭 这时男主说我东西要还给你 部长正式说话 让他们两个不要争吵 要是自己不在社团 要怎么办 部长想到了办法 让他们两个玩游戏 晚上男主回家 收到女孩的消息 有事要跟男主商量 回到家后 男主发现女孩在拿着剪刀 将男主的抱枕给毁掉 结果男主推开门 发现女孩钻到自己的抱枕里面去了 男主假装没有发现女孩 结果男主被女孩一脚踢脸上了 原来女孩是想帮自己打扫房间 将这些东西扔掉 还说要帮男主回归正途 女孩看男主的相册 没想到在相册里面看到了暧昧 女孩找个借口就回去了 这时男主看到了女孩留下来的信 原来是女孩要离开这里 准备到国外去 艾美单独约见男主 抱怨说男主今天没有好好地看看自己 原来艾美看出了男主有心事 让男主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男主立马去找女孩 没想到女孩没有在家 部长想将男主打发走 男主一把降门顶住 还说自己是双胞胎的弟弟妹 想到部长瞬间脸红了 男主见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就这样男主成功地进入了女孩的家里 原来部长他们的祖父都生活在国外 这次是叫他们回去 这时男主脑海里出现了一位女人 记忆却又模糊了起来 部长为了寻找当年住在这里的正义 找了很多照片 奇怪的是没有找到 部长这是说自己与男主从小就相遇了 还收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但是男主却什么都不记得 女孩突然从背后出现 还说要帮男主找到小时候相遇的证据 只找到一张模糊的照片 女孩与男主准备去外面买菜 没想到遇到了小豆子 女孩想抓住男主的衣服 但是却放弃了 女孩看男主与小豆子聊得那么开心 心里不是滋味 车来了之后女孩就上车走了 男主赶紧追了上去 女孩将自己说得一无是处 处处比不上小豆子 男主安慰女孩说 女孩还是有优点的 女孩说要是能回到过去 确实那就好了 猫神突然出现 让空间扭曲了起来 两人还在原来的地方 但是感觉到不对劲 男主遇到了一群小孩子 男主这时发现了端倪 女孩发现了现在的时间 原来男主两人被不向猫船送回 十年前的世界 两人穿越后打算去找女孩的母亲 两人在车上被人撞到 刚好遇到了小时候的小豆腐 女孩果不其然地吃醋了 女孩看到了小时候的男主 女孩激动极了 赶紧跑过去 你还看到小时候的男主 那么可爱 小时候的男主说要等女孩的母亲 男主看到大吃一惊 小男主还说要去女孩母亲的家里吃饭 女孩脸都黑了 女孩想确认姐姐小时候是否也在 刚好被小男主邀请去吃饭 小男主说出了真相 原来女孩母亲一直一个人住 男主看到小时候的自己守在阁楼 原来女孩在房间里面换衣服 男主看到立马把以前的自己扔了出去 自己留了下来 男主醒来后发现一只大老鼠 原来是一件睡衣 女孩的母亲说起了自己的事情 自从丈夫死了之后 发生了很大的变故 两个女儿也去了国外 回到房间女人咳嗽不停 立马将药物服下 第二天女人睡到很晚还没起床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小男主说 今天是女人给自己量身高的日子 男主发现了不对劲 难道是部长记错了 这时门外有人来 男主一看原来是十年前的女孩和部长 原来两个小女孩是来找自己的母亲的 但是母亲却迟迟没有来 小时候的部长与男主理论 没想到被男主哄得开开心心的 生气的小部长朝男主扔石头 小部长的母亲出现 结果不小心扔中了她 母亲想要靠近女孩 没想到被她用手挡开了 女孩开口 女人让小男主跟着自己 结果下一秒就遭殃了 女孩闻到了酒的味道 女孩醒来后发现母亲在织衣服 女孩问起母亲为什么不去接她们 原来母亲也无可奈何 说自己时间已经不多了 说完女孩母亲突然就倒在了地上 女孩的母亲病倒在床上 原来母亲是因为两年前的洪水 染上了疾病 所以才扔下女儿们 小时候的男主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是为了让她脸上充满笑容 但是却不能让她真正微笑 男主对着小时候的自己说道 就算变成了大人 让女孩子微笑也是一件难事 但是一定不能让女孩子伤心落泪 两个女孩准备回国 男主突然出现让女孩去见她的母亲 还说母亲帮她们熬夜制毛衣 女孩本来执意要走 妹妹不见了 小时候的男主 回忆起了跟四阿姨以前的日子 四阿姨念着女儿的名字 流下了泪水 小时候的月子高兴地跑了进去 但是姐姐却犹豫了 还问男主自己可不可以进去 但是男主让姐姐安心下来 这时女孩跑了出来 说有小孩跑进了厨房 两人穿上了衣服后 让人眼前一亮 屋子里面全是为两人做的衣服 那么多件衣服 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 小时候的部长 快速跑过去找自己的母亲 没想到眼前的一幕 让她不敢相信 还以为是自己的错 小男主说自己讨厌女孩 但是自己在这世上最喜欢四阿姨 所以会实现女孩的愿望 小男主还说 房子里面有一只不叫猫 小男主抓起小部长的手 要把自己跟四阿姨的回忆给她 说自己已经不需要了 男主这时才知道真相 原来自己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 是把自己的回忆给了小时候的部长 女孩想要阻止 说男主为了他们把重要的东西舍弃 但是被男主拉住了 男主为了阻止女孩破坏 向猫神许愿回去 男主消失后 四阿姨醒了过来 三人还相约要 去国外男主也清楚了 自己的回忆 为什么会莫名地消失了 之前遇到过女孩的事情 忘记了 男主回到女孩家后 发现一只大老鼠 还以为是四阿姨 没想到是姐姐 姐姐这是说他们四个是一家人 还说从很久以前开始 男主就是自己这边的人了 女孩对于男主 交出自己回忆的事情感到自责 说自己不会去国外 要是自己变成男主的回忆的话 男主就会把他忘了 女孩说男主嘴上只是说说 还不如直接付出行动